2024台灣大選 國民黨參選人侯友宜 與趙紹康搭檔聲勢高漲 民進黨就嘲諷侯友宜 已經被趙紹康架空 如果當選也只會淪為傀儡 對此侯友宜與趙紹康一號 是前往新北市五谷 視察垃圾山的整治成果 要用政績打破傀儡說 趙紹康也強調 他為侯友宜兩肋插刀致死無悔 國民黨大選參選人侯友宜 走過民調低谷 與副手趙紹康的身世看長 民進黨以傀儡來形容侯友宜 認為即使當選 他也會被趙紹康架空 對於綠營的惡意分化 侯友宜一號與趙紹康 連手辟除謠言 我非常有自信 趙紹康非常有能力 有自信的人 很有能力的人 結束會 彼此並肩作戰 強加強 就變成強強聯盟的強強棍 不要老是用劍縫插針 分化 還沒這麼 趙紹康強調 他可以為侯友宜打天下 同心拼選戰 如今民進黨挑撥兩人關係 顯見對於國民黨盡情盛世 以心生畏懼 視為自己則死 既然侯友宜兄能夠這樣 邀我一起來選舉 我跟各位講 兩肋插刀 致死無悔無怨 真的是這樣 他這樣邀請我 當然要往前衝嘛 盡我的命 來讓侯友宜能夠勝選 你內斤就是在怕什麼 要怕到這樣 為了破除傀儡一說 侯友宜強打正機牌 一號與趙紹康 一同前往五谷下綠地視察 大凡自己只花兩年時間 就將新北市三十年來 無法改變的垃圾山 整治成漂亮公園 侯友宜拿出展現魄力 能力的執政成績 全力反駁綠營的惡意攻擊 選戰進入倒數階段 侯友宜打出正機牌 要將選戰主軸 重新拉回到政策對決上 侯友宜要用務實的態度 一步一步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 鳳凰威視 彭志強 台北報導